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名号呢 犹如莲花不染污泥 就好像这个清净的莲花不被污泥所染污一样 那么莲花呢就代表这个名号 污泥呢就代表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净土宗叫莲宗 莲花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污泥而不染 它从污泥里面出出来 但是不被污泥所染污 我们念的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呢 从我们这个妄想心的长出来 但是呢不被我们的妄想所染污 这个就是六子明号 此界一人称佛灵 西方便有一连身 但是一身长不退 此花还到此间营 所以这个是非常殊胜高妙的 我们念佛就莲花的香味 这个莲花的香味呢 凡人闻不到 你问旁边人他闻不到 但是呢诸大菩萨都闻得到 所以极乐世界的莲花啊 香飘十方法界 能够起香谱心一切世界 心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念佛就寻到我们心里边来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都闻到了 哦他这个人是念佛之人 是人中分托利花 他身上有大白莲花的香味 那么诸佛菩萨来到我们的身边 护念我们 就好像密封跟着花一样 我们念佛了 诸佛菩萨就要密封来围绕我们 保护我们 就是如此啊 所以念佛之人很尊贵 念佛之人呢 蒙受诸佛的光明护持 念佛之人呢 心中有佛的正觉莲花 念佛之人呢 身上有迷途的社会光明 念佛之人 和极乐世界的圣众呢 成为一体 在极乐世界也有我们的位置 我们要上火车呢 还先定个位置 还花钱 还托人 到极乐世界定位置啊 订票啊 那个很简单 不要复杂的手续 只要你念 南无阿弥陀佛 越多莲花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张 连地 用你的名字了 那么也有讲呢 你念佛 你念的越多 莲花越开越大 那如果你退心了 你不念了 这个莲花呢 就缩了 那如果要让我们的莲花 长得大 放得光明 光彩 那我们就多念 经常念 这也是鼓励我们念佛的 下面四句说 莫艳妄念多 硬探信心潜 故意深信心 常称弥图名 所以呢 大家应该信孙不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